如果现在我们希望Anonymous用户登入的时候 能够登入到一个另外安排的目录 而不是使用系统预设的VAR,FTP,PUB 像这样的过程 我另外安排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在FRV,SRV目录里面 我建立一个新目录叫做Download 就在Download目录里 这个目录是一个一般的目录 然后呢我没有做任何特殊的设定 那一般来说我们会希望在这个时候 使用Sedness的Policy的部分 要把这个Policy特别改成ChangeCon 改成什么呢 DashType 它叫做PublicContent Type 公开内容 Download OK 所以它的类型必须要改成PublicContentType 我在指定它的目录时 回到主设定档 在主设定档的Anonymous Root这里 我就跟它说 请它去到SRV Download这里 存档 伺服器重开 重开之后 从外面进来 用FTP登入 没有密码 LS 看到 列表 OK 我们升几个档案进去 看一下 Download 在这边Touch D10 D10 Download OK 这个时候看一下它的列表 看到这个档案 证明我现在在Download里面 那看到档案我就可以下载 下载是用Get指令下 这是Anonymous用户 可是现在我们想要为机密特别处理一下 我们讲的这个参数就是它 如果我们针对的是一个Local User 这个Local User将要管理的地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这个使用者登入时呢 我不希望他进加目录 换句话说 他就必须要违背这两条设定 他会迁注Local User 而且依照ETC Password去把Local User关起来 哦哦我不想要这样 我想要做的是 是UserConfig DIR 我去特别指定一个 针对这个使用者的设定目录 我们回来再看一下Main Page 它这个设定值在最后面 所以我们可以拉过来 这叫做UserConfig DIR UserConfig DIR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参数 让你去盖过任何主设定档上的参数 再一个依照每个使用者不同的设定基础 使用这个简单 而且它最有效的展示给你看的方法 就是透过一个范例 如果你去设UserConfig DIR 变成ETC VSFTPD的UserConfig 意思是说 看这边左设定档目录 目前在这里 它并没有任何的止目录 也就是它希望你把使用者的设定 集中在这个目录里面 所以我这边建立一个目录 MK DIR 这个目录名称叫做UserConfig 注意看这个过程 你可以先把它记起来 反正影片可以停下来 你可以一步步的看 如果你要记步骤的话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过程 是很简单的 并没有那么困难 我进到这个UserConfig DIR目录里面 空的 我Touch或者VI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就是以使用者为名 Jimmy 你要为哪个使用者设定 就直接用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的设定里面 专门为这个人 去进行这个人独立的主态 你直接把主态写上去就可以 所以这边写得很清楚 你看哦 And then log on As the user Chris 比如说他在 使用者叫做Chris 你就要在这个目录里面 好 建立一个叫做Chris的档案 For the duration of this session 在这个零件阶段过程中 The format of this file is as detailed as in this manual page 你所做的设定 直接可以拿刚刚这个 就是现在这一个menu page 里面所设的东西 去盖过 去胜过 伺服器的主设定 你可以使用 你没有写的所有的参数 都按照预设值 按照设定值的内容 可是我需要去改变它的 比如说 它是一个 ChangeRule Local User 要把它关起来 PasswordChangeRule Enable 它不是用Password 所以我先写 PasswordChangeRule Enable No ChangeRule Local User No 并且 我希望这个人 只要一进来 它就去到个特定的目录 比如说我在 SRV目录上 帮它安排一个目录 比如说MKDIR 它叫做 Web 假设这些是某个虚拟网站的目录 我把这个Web目录的身份 变成机密的 看一下 ID 后面加机密 后面加机密 机密是 群组是机密 然后使用者是机密 那就不管 我们说群组改成Manager 也行 所以我呢 在对这个目录 Web来说 我用Change Owner 只有Root 可以跑ChangeOwner 机密 然后Manager 设在Web身上 然后呢 这个目录不允许 其他群组的人进入 ChangeOwner 这是很常见的设定 770 然后Web 你要不要顺便设一下SGID 对不对 SGID 2770 这个时候Web目录 就可以被机密上传 好 那机密所上传的档案 就会直接用机密的身份 并且会延续 Manager 的群组身份 别的群组人进不来 我打算让机密进到这里 那 我这样写就够了吗 看一下 Local Root 你已经学到了 这是LocalUser 登入时的目录 你如果要特别设定的话 我已经把PasswordChangeOwner Enable关闭了 它盖过的伺服器设定 所以我要特别跟它说 它是SRV的Web目录 这样子让我的机密用户 登入系统时 登入FTP时 会进入到SRV的Web OK 所以 如果你只有这三条 要违背系统设定 其他都按照系统设定值 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OK 这个时候还没完 别忘了 你要在主设定档上 加这一条 User Config DIR 指定到VETC VSFTPD目录的User Config 目录 所以我打开VSFTPD 打Config 我特别在这下面 下一句 说 userConfig DIR 是VETC VSFTPD 里面的 userConfig 对一下 不要拼错了 userConfig DIR userConfig DIR 是ETC VSFTPD user底线 Config 重开 实际 好 看一下外面的人 这个时候 我登入 用GIMMY 密码 PASS PASS WORD 登入LS 空的 不要忘记 空的没有关系 你在这边 减一个 比如说 TOUCH Web 看一下 GIMMY是不是可以看到 Oh Here comes directory listing Directory send ok 它去到哪里了 哦 这是根目录 等一下哦 我这边设的部分 我应该跳过去到SRV 的Web 再在这里TOUCH 一个Web 这个时候再列表一次 OK看到Web OK啦 好 GIMMY 可不可以上转 我们来测测看 我在这里打开我的档案管理程式呢 你用这个也可以上转啊 上转怎么转呢 上转怎么转啊 这样写哈 FTP 冒号两条斜线 GIMMY 小老鼠 192.168.0.250 251 上去 GIMMY的密码是PASSWORD PASSWORD 上去看到一个Web 我们可不可以拿东西丢呢 咚 发生错误 什么错误 无效档案名称 我这里有什么问题 换一个 飙 上不上去 他要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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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卡住了 他为什么卡住了呢 赶快看一下 TEL-F VAR Log Messages S1 拒绝FTP 写入 在加目录之外的目录 哎呀 糟糕了 那怎么办呢 赶快看一下讯息 你要偷懒 要偷懒 你要看讯息 的时候直接这样跑 比较不吃太多CPU 这是快速通篮的方法 就不会像我刚刚看又等着乱七八糟 看清楚 Allow FTPD full access 这条Policy是告诉 S1 Linux 是允许FTP完整的上传跟下载 好 第二条 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定的用户的目录 所以你要把它打开 所以呢 我把它复制 贴上来 蹦 等他 好 等他 所以我们等一下